花蓮市民代表平島不定 今年3月份車子水箱出問題去修車 修好之後還是馬上出狀況了 而這一次再進修車廠一修就半年 甚至還要再多花2萬多塊錢 代表說他認為是既是一開始沒有檢查出問題 或者是維修時弄壞了其他線路 而對此修車廠強調 車子年份很久遠 部分零件本來就該汰換了 而在6月份就修好了 單純是因為價格談不攏 無論刮風下雨大太陽 半年來都只能騎著摩托車出門辦公 花蓮市的市民代表平島不定 今年3月開車出門 水箱卻因為高溫過熱爆炸 他只好把車拿到車行維修 大概兩三天修好了 修好我付了錢 開出去沒有兩分鐘冒煙了 我馬上開回去 我請他幫我檢查 檢查到現在 今天是10月6號了 都沒有消息 一等就是半年平島先生指控車行 3月11號第一次維修時 告訴他水箱破掉 收了8400元維修 沒想到3月24號 牽車不到3分鐘 車子又故障 牽回廠裡再檢查後 沒了下文 5月7月傳訊息都遭到對方 已讀不回 一直到7月底遭到客訴的店長 才打電話給他 我們在後續檢查的這個當中 也有看到他的風扇馬達也有異常 那有一些是水箱導致不轉線路 他的馬達不走 不運轉跟冷氣跟鼓風機 車廠罕冤因為車靈關係 陸續發現更多零件異常需要更換 只是事後爆駕 平島先生似乎不願買單 有聯繫過他 他覺得當下車主聽到這個價格 他不太能夠接受 9月23號跟我講 車子可以去簽的 但是多了那些 大概快要花了2萬多塊錢 那是不是你後面 前面造成後面都不講 那我說怎麼辦 就不回答 都要不回答 半年後總算可以開回家 只是最後爆駕變成原先的好幾倍 車廠車主溝通不良 引發爭端也意外登上媒體版面 記者劉明勝 曹天採訪報導